CWBC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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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ach White 歡迎來到CWBC 版本 今天是創立這個頻道的第一部教學影片 那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教學影片是投籃的教學 接下來我會分成上下兩集 上半集主要 要告訴大家投籃時所需要注意的要領 那下半集會告訴大家 如何調整投籃的姿勢 以及投籃的小技巧、小屁股 那為什麼我會分成上下兩集呢? 主要是第一個 我想要先讓大家了解 投籃時候呢 該注意的要領 也就是說 無論你怎麼投籃 怎麼方式投籃 我們都會有幾個 共通的 正確的注意的要領 所以呢 上半集呢 我要先讓大家了解 也讓大家掌握住投籃的要領 這樣呢下半集 再來帶大家調整投籃姿勢 以及告訴大家投籃的技巧的時候呢 起來才會有效果 那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課程 首先呢 帶大家了解到下半身投籃的要領 那接下來呢 第一個我會帶大家了解 下半身腳的站姿要領 第一個 如果你是右撇子呢 你的右腳會比左腳還要前面 但是呢 不會這麼寬 OK 那你也不要再右腳在左腳後面 我現在是以右撇子為例 那右撇子為例呢 你的兩隻腳的腳站 右腳會比左腳還要前面 大概這個距離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腳打開呢 差不多跟肩膀一樣寬 那有些人他適合比肩膀寬一點 OK 那我的腳尖呢 不會直直的朝向籃框 如果是右撇子的話 稍微往左邊偏一點 這個站姿 好 這個是腳站姿的要領 好 上半身的位置呢 第一個呢 你要了解到 上半身兩邊肩關節的位置 那我在投籃的時候呢 剛剛有講到 下半身我的右腳 會比左腳還要前面一點 那上半身也是一樣的意思 我的右邊的關節呢 會比左邊的關節肩關節 還要再稍微往前一點 OK 那這個是要注意一下的 好 那這上半身肩關節的位置 跟要注意的要領 好 下半身跟上半身的基本的要領呢 告訴大家了 現在呢我要把上下半身的要領 連接起來 大家會看得也比較清楚 也會比較了解 首先呢 我現在都是以右撇子投籃為例 那右撇子投籃呢 我的下半身 右腳比左腳前面 那上半身 剛剛也講過的 右邊肩膀的關節 也會比左邊肩膀的關節 還要稍微前面一點 這樣呢你的上下半身呢 才會協調 那如果說下面是右前左後 上面是左前右後 那你的站姿就會不協調 那你投籃絕對會不順暢 所以你要注意 把下半身跟上半身的要領 要拿捏到要掌握到 好 這是上下半身 腳的跟手的該注意的要領 那持球的方式 不管你是單手頭還是雙手頭 要記得 我拿球的時候呢 我這個手掌呢 不會貼著球 OK 球會放在 手指 整個面上面 OK 這是持球的重點 OK 這是持球的重點 好 上下半身的要領 以及持球的要領 掌握之後呢 接下來我要來做 出手的正確動作 那我們就把握剛才幾個要領 腳的站姿 肩膀的位置 以及持球的動作 那接下來出手後 我會告訴大家 常犯的錯誤 以及需要注意的重點 我投籃的時候呢 我出手完 我的手肘的肘關節呢 會到我的眼睛上方 那最後呢 我的手腕關節 會有一個往下扣的動作 這是手 出手的手的部分 OK 再一次 我出手完之外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的手肘的關節 會到我的眼睛上方 那最後一瞬間 我的手腕呢 會有一個往下扣的動作 好 正確的動作也告訴大家之後呢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投籃的時候 常犯的 常見的 錯誤的動作 也就是說 沒有掌握到這些要領 那有時候你投籃 可能會球偏左邊 偏右邊 或者是打 一直打到前框 那這都是有原因的 接下來我要示範幾個 常犯錯誤 導致你的球偏左偏右 以及打前框的原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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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幾個投籃常見的錯誤動作 接下來看完影片之後去練習投籃時 可以去試試看這幾個要領你是不是有掌握住 是不是哪些的要領沒有掌握住 那大家可以去摸索看看 好 今天的投籃要領帶給大家了 那接下來做個總結 今天主要教大家的是 投籃時候該注意的下半身及上半身 還有持球以及出手後的要領 每個人投籃姿勢都不一樣 但是切記一定會有一個正確的要領 今天沒有要教大家調整動作 今天只是要教大家如何去掌握這些要領 讓自己提升自己的命中率 不會讓球偏左邊偏右邊或者是一直打錢框 那希望今天帶給大家的投籃的要領呢 大家回去可以做個練習 那如果還是一樣無法提升投籃的命中率 那一定要鎖定下一集的投籃教學 下一集會告訴大家 如何調整以及修正自己的投籃姿勢 以及訓練的方式 還有投籃時候的小技巧分享 我是Coach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來訂閱按讚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提問 我會一一的回覆 別忘了打開你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集 精彩的教學影片 記得呃 加油 希望衝wort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